第1集 啪丁大街 假哥今天帶大家夜走的是墾丁大街 那墾丁大街在以前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地方 那我現在看一下這是什麼樣的模樣 那墾丁大街我們先從夏度飯店走到福華飯店 大概一公里以內的區域 那平常日來到墾丁路上面的時候 這是墾丁的70點地方 其實人潮有點稀疏我們覺得蠻奇妙 以前我記得來這邊的時候人潮非常多 即使是平日的時候 人潮也是非常的多 現在看起來可能是下雨的關係 或者說因為疫情 剛剛解放沒有多久 所以人潮還沒有多起來 但跟我以前來這邊 拜訪的人潮其實是差異的 非常非常的大 簡單來說就是 以前是人滿為患 現在就像是一般的 小小的市集的感覺 除了住宿的人潮以外 其實附近 沒什麼特別的人潮 那雅哥覺得 肯定大街吃的話 我根本沒有非常耐揮 因為 看別人分享的影片 來說的話 整體來看 因為沒有太大的 特色或者是奇特性的 餐點 不覺得肯定這個地方本身就是 賣的是風景 並不是賣的是 餐點 這個是他的主要的 特徵之一啦 因為大家都搞錯以為肯定大街都是賣吃的 其實可能他最主要的還是看他風景 風景是大於他的美食的部分 那 主要另外一部分是說 他雖然有賣海鮮 可是海鮮有一部分是從別的地方運過來的 所以 只要吃海鮮並沒有比較便宜 如果要吃海鮮 可以人家去東港 或者是去 其他高中的港口裡面 用藏會比較便宜一些 這邊都沒有便宜喔 這邊價格都是比較貴的 那我一推薦的話 我個人推薦 可能就 像是一些簡單的 滷味或雞排這樣子而已 你知道說什麼特色商品 你知道說你還不宜去吃那個 當地的一些咖啡廳的話 會比較有個人 特色一點 那燒烤的話 我會跟大家分享的是 覺得 走了好幾回 發現都沒有我想要吃的種類 所以 所以 兩個推薦啦 一個是 準備泡麵 要散布 那在車買個飲料 喝一喝就差不多這樣子 因為畢竟 我來墾丁這麼多次啊 基本上 說幾個就跟朋友聊天 吃個小宵夜而已啊 那 不像宜蘭羅東啊 或是 新竹或台中的 像台中風雅夜市啊 新竹的 竹東夜市啊 宜蘭羅東夜市啊 郊西的自己的 郊西小夜市 的 種類 雲遠比這邊多很多 加上這邊 我另外一個原因 想到說人潮變少的 一個原因就是 另外一個是 外國光客變少了 那我們走到的是 海星 社母天主堂 這個是一個地標景點 可以來拍個照 慢慢漫步一下 我覺得這個 墾丁大街啊 最適合散布 因為人潮非常少 散布蠻輕鬆的 而且車輛 也不會飛非常多 擁擠的程度 也比較一般 可能之後人潮慢慢多起來 但是我覺得 墾丁大街 叫我分享美食 會覺得有點困難度 因為這邊真的 叫我吃美食 我覺得說你還不如 跟我分享 附近的風景 比方說墾丁 國家公園的風景院 比這邊的美食 來得更有 推薦指標 但如果你想吃小小東西 這邊也可以來吃個東西 絕對不會讓你餓早 那我們走到那個 大街的尾段 靠浮發飯店的區塊 啊 看到這邊的餐廳 現在是欣欣弱弱的 其實這邊 嗯 往北走 到其他的港口的話 很平價很便宜又好吃 我看其實真的很多很多 這邊只要是光客為主 那另外也是說 你來這邊走訪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一些 街道的樣式 每年稍微一點變化 可是我來那麼多 次發現 其實變化以 幅度變想像中那麼大 對於這種散步的行程來說的話 其實是非常遷移 應該回到大概兩公里以內 從 我那時候我是住的是下都飯店 從下都飯店走出來 走回去 其實蠻輕鬆的 而且路面都很平坦 蠻好走路的 那雅各今天的開箱分享行程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雅各的夜走行程 歡迎訂閱或點讚 那我們下次再 雅各帶大家前往去其他的地方夜走 你要看明火蟲還是看消夜呢 還是要去走不同的路線 也歡迎在留言區跟雅各做分享吧 那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